3月28日,Jader性格Tumball成为寒流乐团2022年 每一座岛同时横扫 Mailon,Box,Jenner,Follow和Webby实时榜单 日榜和周宝的作品 这是五代女团最好音乐成绩 当然女麻也是首次登顶Mailon周宝 打歌方面,Jader也展现了横扫的姿态 上周的打歌节目,他们拿走了5B1位 这样成绩很难相信 是出自寒流非三大旗下女团的手中 Jader此次的成功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甚至就连女麻的粉丝也没有想到 自家艺人的回归会如此强势 先后出现了徐翠珍霸凌退团事件 宋雨琪恋爱事件和田小娟抄袭事件 无论让谁看,女娃此次的回归 都是凶多吉少 但是,她们用出色的作品打脸质疑 蛮成凤凰夜盘,上演《亡者归来》 对此,大家咋看呢?欢迎留言